選舉倒數計時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不斷強調自己被攻擊抹黑 韓國瑜競選辦公室因此號召網友票選出選舉奧博一百零八招 提醒選民各陣營可能使出的抹黑手段 還公布了奧博第一名 偉大的第一名是我們的一週刊 因為一週刊在過去幾個禮拜不厭其煩的用一點點的事實 跟非常多的預測試圖去造成資訊的混亂 巧的是八號這天 該週刊初刊的報導指出 韓國瑜在選前曾全家申請移民加拿大 對此韓國瑜強調他全家人都是中華民國單一國籍 選上後會給週刊四年時間 若有查到雙重國籍 他就算選上總統也會辭職 我至於中華民國的國籍 單一的國籍 全家人也都是單一的國籍 除了這之外就是一張健保卡 一張國民身份證而已 假設選上中華民國總統還有四年的時間 他會出兩百多起 這兩百多起只要任何一起查到我有雙重國籍 我可以跟所有台澎金馬的同胞來承諾 不可以有雙重國籍 即使選上總統都必須要辭職 韓國瑜陣營大聲疾呼 杜絕造謠抹黑 也辦活動徵選奧博一百零八招 公布前十二名 邀請獲獎者參加九號晚間的凱道造勢大會 營造團結氣勢 原始新聞喜故 許家榮 台北市採訪報導 沒有打算 請按鈕 請多個賽車 探索 櫻井